来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郭安和 今年41岁 来自河南省开工事起现 现在在家卖白鸡膜 但我看您这个言谈举止 穿衣打扮挺像个大厨的 因为我们想可能一小摊 卖这个白鸡膜的 那可能也不需要什么厨师证啊 就自己一些家常的会做就行了 我以前也干的是饭店 我从小家里边我爸开的饭店 我也学了很多的手艺 所以本身就是厨师 本身就是厨师 不仅仅是家传了一个 怎么做白鸡膜就开始摆摊了 那也是有很多的故事 那讲讲您的故事吧 我小的时候呢 我爸就是开的饭店 那个时候呢 资金链也断了 后来呢 饭店就不干了 我想了家里边条件也不太好 有一个饭店 刚开始呢 那个老板他招工 然后呢我就去了 那个时候说一个月 就给七百块钱嘛 他以前那个饭店就 条件不太好 太热了 然后就中暑 中了三十多 多长时间中了三十多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中三十多 这厨房里得有多少温度啊 那我估计外边 那夏天里外边有四五十度 那里边就得六十多度 差不多了 那么热呀 太热了 但是干了一星期 那个老板就看我不行 就就是我中暑 就甩给我七十块钱 不行你滚蛋吧 你别干了 你这就干不了 那怎么办呀 那正好我有一个叔叔 我们村有一个远房叔叔 烧石灰那个时候 他们盖房子都少不了 那个石灰 我就说叔叔 让我上这来干 我就不回家 能给我一口饭这就可以 他那也行 那就给你一天二十块钱 一个月六百块钱 然后呢给他干了 就是两个月吧 当时家里边 一个表姑在河北 他在那开饭店 想让我去帮忙 就去换个工作 那赶紧就拿着工资走了呗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了 拿到工资了吗 给了二百块钱 两个月一共二百块 两个月一共给了二百块钱 不应该一千两百块呀 怎么只给了两百块 那个时候呢 干了两个月 那个叔叔的意思是 你该走走 他们是干三个月以后 才结账 一个季度才结账 那不等于也是压榨 你的劳动力了吗 对 他说你该走走 回来到时候 把钱给你拿回去吧 然后呢我就拿 给了吗后来之前 没有到现在都没有 那怎么办呀 后来又做了什么 就去河北了 跟着我姑姑就是 她单开始的时候 是卖的白鸡膜 她那个白鸡膜挺忙的 我帮她煮肉了 把她切肉了 那和面了 来回送 我这饭店啥是能干的 我来是给你干饭店的 不是给你这个和面的 干这个活呢 那后来就是 有四个天吧 把东西制满齐了 就开业了 给她干了又 给她干了又两个多月吧 然后呢她就想着太忙了 忙不过来就不干了 忙不过来不干了 忙不过来应该再顾点人 干得更大呀 她又不是又把她那个 侄子叫过去了 把侄子叫过去了 她又感觉太忙 她那个白鸡膜 身体挺好 这一头又忙 那一头又忙 就忙得太狠了 想着她忙不过来 就把这个店就给她那个侄子了 她给她侄子以后 我就没工作了 我就失业了 所以你看你几次打工 其实都没赚到钱 无论是跟亲人还是跟朋友 所以说那段时间 对你来说是最艰难 最灰暗的时光 那还那个时候 还不算太灰暗 从那回家以后就不行了 回家以后就慢慢的 那几年太难过了 那这艰难的时刻 谁来安慰你 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我 没有结婚的女朋友 我女朋友 我俩认识很早 就是我们两个 上五年级的时候 是同班同学 青梅竹马 也是同桌 然后呢有一年 我们家以前 我爸开饭店的时候 然后我们后边 就是我们乡政府 这个大院 那天正好那演出 就我们乡下的那锁纳队 我女朋友 就是我爱人呢 以前他们几个人 接伴去玩 我就站在楼上 我看见他们了 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就这样 老同学 他们几个看见我 这不是谁是谁吗 然后就是到了晚上 就七八点的时候 我们都关门了 收摊了 他们几个好朋友 就找我去了 然后我们就聊聊天 他说阿和 你这个定期了吗 有对象了吗 他们几个问 不是我爱人问的 我说没有 那个时候 我爱人接了一句 你为啥没有定期呢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 那不是等着你呢吗 就这一句话 就走一块了 对 那时候 所以你这挺走运的呀 你说你在那边 打工赚不着钱 回家碰着一媳妇 对 咱赶紧把你这 在最失忆的时候 就娶着一门亲的好媳妇 赶紧请下来啊 来 有请 你好 来来来 各位老师好 怎么称呼您呀 我叫孔桂花 来自河南开封起县 今年40岁 当时就是 他不是也没有定亲吗 是没定亲 小伙挺帅 但他当时条件不好呀 你干啥啥不成 钱也没赚着 你怎么就愿意嫁给他呢 那时候不图钱 就图这个人 就图长帅 他小的时候 唱歌都挺好听 是我们班的 文艺委员 唱歌的委员 哦